男人玩够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 第一呢 男人都有爱玩的天性 都说天下没有不偷心的猫 尤其在情场上 男人的动物本性上 男人对于异性的那种追求 从来就不会停止 第二 男人的玩性会形成一种惯性 一旦他有了新的目标出现 一旦挑起了他的征服欲望 就算有婚姻有小孩啊 就算有道德的富庶 他都可能无法去阻止他 第三 男人的玩性 其实跟年龄吧 没有多大的关系啊 男人五十岁也可能不老实 看看你 年轻时风流倜傥 自不用说了 就算是真的老了 生理上衰弱了 也要过过嘴瘾 说说婚笑话 这就是男人 所以呢 从这一点来说 没有所谓的 玩没玩 玩够啊 只有男人玩不动的时候 可能呢 还是玩够了的时候 但玩心一直都在 如果他花过玩过 只能说明他能够抵挡 一般性的诱惑 也就是说 是重复性的诱惑 他可能不感兴趣了 但是一旦啊 有那种崭新的更大的诱惑 他可能还是会拖他下水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就会拖他在这一会儿 就会拖他